女孩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被男主推倒 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五月的波罗手机拍到 感受着面前急促的呼吸 二奶害羞的快要爆炸 两人赶忙起身解释 可在铁证的照片面前 几人只好开庭处理此事 于是由一花担任法官 五月担任辩护律师 原告人二奶 被告人男主 开始了一场无硝烟的讨论 接着二奶率先发言 表示男主借着假装离开公寓 等到自己洗完澡的时候 强行将他扑倒在了地上 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 二奶提议今后禁止男主出入 文言一花觉得男主真是无耻下流 虽然男主解释他是被冤枉的 但一花却撅着嘴不信的样子 也就在这时三九站出来为男主发声 因为确实是像男主说的那样 他是回来拿单词本的 并表示楼下的通话机应该还存有录音 所以综上所述这是一场意外 可讨厌男主的二奶并不认同 认为三九是在包庇男主 因为这家伙亲口说实来偷拍的 三九却解释 二奶应该是将取听错成了拍 向法官告状 说三九因为个人感情原因包庇被告人 听此三九小脸瞬间变得通红 而不知去的男主还向三九靠近 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离自己远点 因为三九真的怕再靠近一点就会融化 接着二奶和三九又在中门玩起了对局 两人各之妻子互不相让 上去劝架的五月都差点被眼神杀死 就在场面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五月突然看到了照片中散落的书籍 由此可判断男主应该是为了保护二奶 才将其推倒的 听此男主赶忙表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于是经过三人的探讨 大家都相信男主是被冤枉的 看到这样的结果 二奶很不服气 便一脸难过地跑出了公寓 而后出来的男主却发现二奶伤心地蹲在角落 他本想趁男主出来的时候跑回公寓的 结果慢了一秒的他还是被关在了门外 原来因为出来太过匆忙的缘故 二奶没带门进卡 刚吵架的他又不想寻求姐妹的帮助 就这样他被关在了公寓外 看男主不爽的二奶让其赶紧回家 可走了一会的男主 还是放不下二奶 便找了个学习的借口陪二奶坐下 于是在男主的开导下 二奶反而变得更讨厌男主了 Nino 分开了那种感觉 我也有妹妹 对啊 我不是不错的 我好像不错的 我好像不错的 为什么我会打托得起来 我确定了 我没有认识你 例如 那些孩子就要嫌疑了 Nino Nino いつまでそこにいるの? 早くおいで Miku? Fu-Taroもいたんだ 丁度良かった 明日だと さあ帰るわよMiku でも まだおなしが… いいから また厳しくなりそうだな これだから過度な干渉は嫌なんだ BEN 多久 Mikah ma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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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